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你和女生相处了很久 女生明明对你很有好感 但就是因为说错了一句话 哎 他就不理你了 最后呢 两个人不了了之 遗憾收场 有过的兄弟葵博依 这个兄弟他找到我说 楚儿 我是二姓城市的小白领 年收入四十万 谈过一两次恋爱 但都是很久以前了 这几年呢 都在勤勤恳恳的工作 很难遇到心动的人 不过呀 年初的时候认识了我的女神 是在买房的时候认识的销售 她很有能力 长得好看 身材也好 能收回到 业绩啊 也是他们那边的销灌 因为一些原因呢 本来她都不打算收我终结费的 但是啊 我是真的喜欢上她 十几万的终结费啊 我也塞给她了 我觉得她能够感受到我的诚意 后来呢 我们熟悉起来了 也约过她出去玩 她的朋友圈呢 经常分享一首歌 所以啊 我特意学了三个月的吉他 终于有一天晚上 我们去酒吧玩 我看机会来了 鼓起勇气 上去弹了那首他最喜欢的歌 我真的很紧张啊 手心全是汉 生怕弹错一个音 好在顺利完成了 下面的人都在起哄 她也很害羞的笑了 结束之后呢 她主动问我喜欢她什么 我觉得有戏了 结果呀 我太紧张了 又很直男 没回答好 她就不搭理我了 楚二 我应该怎么去挽回呢 我真的很喜欢她 看完兄弟的私信啊 我相信大兄弟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女生 花钱大放就算了 还为女生喜欢的歌专门去学了吉他 这样的男生真的很有心 那为什么失败呢 我们来看一下聊天记录吧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女生这里说 今天谢谢你了 我真的很感动 兄弟回 没有啊 刚好就回那一首 气氛到位就上去见首了 女生回了 我感觉你是不是喜欢我 你喜欢我什么 兄弟回了 喜欢你的自恋 女生这里啊 就没有回了 兄弟还天真的去问 怎么不理我了呀 你不会生气了吧 我错了 你理我一下呀 女生到这里呢 就一直没有回复了 兄弟赶紧找到我 看到这里啊 你们就可以思考一下 问题出在哪里 我给你们分析一下 首先啊 女生感谢兄弟给他唱歌 这个是一个很好 女生的言下之意就是 借着这个话题希望兄弟能够主动表白 结果兄弟却否认 他为女生专门学了这首歌 这件事情他变成了 哎 我刚好就回这一首 这只是一个巧合罢了 我并不是为了你去做的 这纯粹就是大兄弟太直男了 他把一首好牌打得稀烂 那这里正确回答就是 深入唱歌这个话题 就算没有正式确定关系 两个人呢也会进一种非常暧昧的氛围 至于后面回答女生是不是喜欢他 其实啊 我也能够理解 兄弟为什么会那么回 很不希望女生来主动戳破这件事 就好像是会很没有面子 但是现在我要告诉兄弟们 女生愿意主动点名 其实已经算是在给你机会 只要这里恢复稍微得当一点啊 这件事情基本就成了 现在呢 女生不搭理兄弟了 还有救吗 有 而且很简单 我让兄弟直接把这条消息发过去 你有没有过白天吵架没吵音 晚上气得睡不着的时候 这个话题呢 是为了给后面的进宫做准备 这个时候啊 就不要去追问女生 为什么不回自己 而是用这种方式勾起她的兴趣 女生呢只回了一个字 有 你说这里依然是比较冷淡 不过啊 这都是小问题 毕竟她现在的情绪不是很好 我们就需要一点一点的去带动 而且呢 现在冷淡不一定是坏事 毕竟冷淡也是有情绪的一种 我们这里说呢 你给我的印象 已经是很能说的那种女生了 居然也会有这种感觉 这里呢 夸一夸她 让她开心起来 让她认真的跟我们去沟通 女生回了 对啊 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说好 如果重来一次 我肯定能吵一个那种感觉 氛围好了 我们就可以说了 现在呀 我就是这样的感觉 女生回了 你跟着吵架了 我们说 那倒霉 我是气 前几天你问我的问题 我没有回答好 要是重来一次 我肯定能回答好 很自然的 我们就切入到了 之前女生的那个话题 女生回了 哈哈 但她接着说了一句 不好意思 过时不后 我就问你一次 那很多兄弟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可能就会慌了 哎呀 糟了 我该怎么去弥补这个错误 其实不对 这个哈哈就说明了 她是在开玩笑 她并没有真的不给我们机会的意思 这里呀 我让兄弟回 真的假的 我可是想了好几天才想出来的 以前呢 我一直跟兄弟们说 我们要去保持一种比较高的姿态 去跟女生相处 太低的话 很容易变成舔狗 因为之前呢 女生的态度本来就很低了 因为兄弟说错的话 才导致两人的关系破裂 所以为了哄女生开心 我们也是需要稍微低姿态一点 但我们并没有急着去告诉她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哪些方面 这个是非常掉价的行为 正确的做法是引导铺垫 让女生好奇 让她主动来问 这里女生好奇了 哦 那你说吧 喜欢我什么 兄弟们 到这里呀 我们已经成功一半了 接下来呢 只要没有很大的失误 他们两个在一起 就是时间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回答呢 我给兄弟的选择是不回答 我们直接跳出女生的框架 因为这个问题 不管怎么回答 都可以被女生跳出毛病的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 提前说出她心理话 预判她的预判 然后兄弟说 其实这个问题啊 怎么回答都是错的 女生回了一个问号 为啥 我们说如果我说你长得好看 你会说我肤浅 如果我说喜欢你的身材 你会觉得我是个老色P 说你性格好 有内涵呢 你又会说我虚伪 我们好像什么都没说 但是又什么都说了 相当于从方方面面 把那个女生夸了个遍 不管是颜值 还是性格都夸了 而且一点都不显得我们舔 女生回了 哈哈 这都被你猜到了 女生被我们哄开心了 接下来怎么做呢 该往大家最期待的 恋爱环节推进了 我们直接说 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喜欢我 如果不喜欢我 我说什么理由 在你眼里都是借口 虚伪 如果必须回答的话 其实真不知道说什么 应该是你在特殊的时间 给了我其他人给不了的感觉 最后呢 再来一句 王诈 不知道你哪里好 但就是谁也替代不了 否定两次 加肯定两次 直接让女生的情绪翻转腾挪 高低起伏 这种有诚意的话 对你有好感的女生 是绝对抵挡不了 果然这里女生回了 你这是在表白吗 姐都有点被你整感动了 大兄弟到这里 就已经开心的不行了 我告诉兄弟 还没完 感动并不是我们要的结果 我要的是你们在一起 所以呢 这里我们就继续推进 别感情光靠感动可不行 还得靠双方的主动 双向奔赴 才能双倍快乐 女生回了 哈哈这个我懂 那你希望我怎么主动呢 不用我说 女生的这句话 已经标志着 对兄弟的好感度非常高了 所以呢 我让兄弟继续按照 我教他的方法跟女生聊 虽然呢 兄弟的回复还是有点生涩 但是呢 好感已经拉满了 女生呢 也不会生气 甚至会觉得大兄弟很可爱 这个呢 就是喜欢上一个人的滤镜 不管你做了什么事啊 他都会在心里帮你美化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 兄弟就发过来了 和女生的情侣合照 这个案例呢 到这儿呀 也就结束了 希望兄弟们看完这期视频 都能够学会这种聊天思维 看懂女生的逻辑 读懂她们的话外之音 相信你们一定能够从中受益 寻找属于你们的幸福 如果你想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信晚会方面的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388 我来帮助你 如果微信添加不上 请看我最新期视频的结尾 记得获得最新联系方式哦